这些股票代码会变成后资 也就代表它正处于注益股、处置股的状态 当一档股票发生异常会有几个警示阶段 会从一般股票先变成注益股 再变成警示股 最后变成处置股 当一档股票被证交所公告为的处置股的时候 并不会有特别的交易管制 但如果后续注益股是异常 就会变成警示股 股票也必须要被处置 首先我们来了解异常股票的第一个阶段 注益股是什么 当一档股票在涨跌幅、周转率、交易量等等条件上出现异常状况 就会被证交所列为注益股 那涨跌幅符合什么条件会被列为注益股呢 包含30个营业日收盘价涨幅超过100%